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人跟这个宇宙万物不是进化而来 我们深信这个宇宙万物包括人是上帝吹了一口气 是上帝用祂的话来创造 所以我们相信的是创造论 不是进化论 是的 在整个这个生态当中可能有 剑文康夫科斯种 这个种 物种之间会有一些环境 天气的改变 会有一些进化 为了适应环境会有进化 但是整个生命的起源 一切的起源是从上帝的创造 然后上帝创造了这宇宙万物之后 我需要那个 没有吗 对不起 没有 上帝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后 从亚伯拉罕 从大卫的约 有他们说 我们认识了上帝 这位上帝捲选我们当祂的选民 地上只有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 会选的子民 但是到了耶稣基督的年代 我们基督徒深信一件事情 我们也是上帝的子民 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也借着耶稣基督的宝学 让我们这一些所谓在犹太人眼目中 看为外邦人的 根本跟上帝的约 跟上帝的救赎无关的 我们这一些人 因着耶稣石架上的救赎 我们也成为上帝的儿女 感谢主 所以就在耶稣基督的名下 我们成为什么 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也是上帝的手中的宝贝 我们也是祂所全选 然后圣灵愿意在上帝的差遣 跟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 祂差遣的圣灵与你同在 与我同在 所以我们的一生 我们的生命 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上帝不断用祂的大能大力 在我们的心里不断的再造 更新再造 我们的生命希望不断借由主耶稣基督的爱 跟释架不断的吸引我们 让我们这个人生里头 不管在什么样的境遇 在什么样的阶段 都因为能够不断抬头仰望 耶稣基督使教 然后我们有新生的盼望 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什么 新造的人 人很担心就像车子的轮胎 跑球了之后硬化 不小心就会爆胎 不小心就会出世 耶稣基督 in Christ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 因着祂 我们不断renew 圣灵就是这样的确保 祂要住在你里面 祂要不断向你吹气 感谢主 这是圣灵将与 这是圣灵与我们同在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 OK 我们看这一幅画 这是你看到基督非常有名的一幅画 牧师你看到我用这个图案 他说牧师 你在讲道 你在哪一幅画 你拜天讲道 怎么可以用那个没有穿衣服 我说这不是 这不只是我 这一幅画是放在 罗马 天主教堂 最重要的礼拜堂 他放在那里 OK 这里有左边一个人 右边一个人像 这里一个是代表亚当 被造的亚当 一个是代表上帝 你看从你的观察 哪一位是亚当 左边的还是右边的 你看到两根手指 一根是下垂的 微微下垂的 一根是有点直线 有点力 另外一边是往下垂的 往下垂的 他需要 他已经累了 他的人生好像我已经累了 我已经没有力了 所以他贪婪在那里 左边这一位是亚当 他需要右边这一位 造物者上帝 给他一个活力 所以只要他伸出他的手来 即使你的人生再疲累 你几乎快要放弃了 但是你的手还愿意伸向上帝 你还愿意从心里说 上帝啊 求你帮助我 这一位上帝 招物者上帝 他不会丢弃你 因为你是他眼中的宝贝 他愿意在你需要的时候 在你求告的时候 他愿意给你力量 他愿意与你同在 你看陆基罗 你知道他画这一幅画的时候 他几岁吗 三十五岁 我们这里面三十五岁的请几手 是吗 好像就是六七十岁的人在几手 OK 那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 真的我们的 我们的联税没有把我们拖寡 我们希望 我们随着我们的联税 我们的联税也增加 但是我们的心灵是一日一日 不断被更新 因为我们里头有什么 有上帝的脸 有主耶稣的爱 有上帝的不断在照 我们希望今天 等等的时间 你能够一起享受这样的圣语 我们一起用合合本的 来再一次读一下 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来 耶稣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神 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 他就成了右脸的活人 名叫 丹 耶稣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神 所以很清楚 人是从哪里来 人是从上帝的创造来 人不是从单细胞 双细胞 多细胞 然后一直演化来 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 跟世人面前我们的宣告 不管我们的孩子 在学校读什么样的生物课本 课本交的是一套 但是我们在家里 在教会里 我们给孩子的是 你的生命一定要有一位 造物者的信仰 因为这个对你的一生太重要了 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 今天早上我要接到一封 我打电话给一位教授 他说王牧师 你今天早上怎么会打电话给我 我最近我的生命机会要垮了 我不知道我的下一步该怎么办 你怎么会在今天早上打电话给我 你不是真的很忙吗 我告诉你 即使是要退休的教授 他的生命也会遇到难 我要偷偷地告诉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在这里 我们的教会 永福教会常常在半夜 我要偷偷地出去 把教会的门打开 甚至我要半夜到马路上去找人 这个礼拜有一位 非常有社会地位的掌握者 人生发生问题了 然后再一次把门打开 请进来这里睡觉 请进来这里睡觉 我告诉你 人生你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你都不知道 当你几乎不知哪里去寻找求助的力量的时候 很多时候 什么时候 当你的手几乎酸了 停不住的时候 你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的帮助 你需要有人可以扮你 你需要 就像那个那一张古画 你刚刚就有那一张古画 你希望你能够伸出一个小道 展向生命的造化主 他愿意再一次把他的气 吹在你的鼻孔里 让你能够活落 尘土交在上帝的手中 他能够让他成为一个有灵的 什么 活人 有灵的活人 有一天上帝把一个人的气收走了 那个气收走了 那一个人就 有灵的 连医师都救不了 我们这里还有几位医师 连医师都救不了 那一口气 那一口气 圣经说那是上帝所吹给人的气 我们需要 我们不断地恳求说上帝啊 请你把那一口气 有永远远地示给我 我需要 人生 人生 就像这两幅话 缺了水 大地就忽畏 缺了水 大地就奔裂 缺了水 没有了水 无论哪一个国家 那个地方就变成瓶颈 没有生产力 人缺了 一些内在的生命 地的滋养 人的生命也是枯萎的 但是枯萎的 分裂的土地 假如给予一些干瓶的话 很快的 猎人就围魂了 猎人就再一次合起来 然后土地再次为大地展现各种清脆 花草树木 蔬菜水果 所有的生命力 就在那里奔跑 各位我们需要 我们真的需要上帝所示的那个干瓶 我们需要接受上帝 从上帝那里的爱 这是复活的耶稣 当他复活的时候 他再一次去见他的学生 可惜 学生们不管耶稣怎么带领 不管耶稣怎么教导 当他们眼睛看着他们的跟随主 耶稣被钉石架 都示善了 都恐慌了 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平安 跟依靠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要示善 他们到处奔走 各位在这里耶稣复活族 当他复活的时候 他再一次去找耶稣 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一遍 好吗 来 星期日晚上 耶稣对你们俱在一起 你们紧紧的关城 因为他们的 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 那时候耶稣谢谢 在他们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 他把自己的手 给他们看 门主看见了主 非常关系 耶稣就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政府父亲 参见了我 我照样参见你们 说这话 他向他们怎么样 吹一口气说 领受圣灵吧 你们 圣灵谁的罪 谁的罪就得圣灵 你们不圣灵谁的罪 谁的罪就不得圣灵 OK 这里看到几个种话 学生心里害怕 学生因为害怕就把门给关上 害怕的人门关上 因为他对于外来世界的威胁 他没有能力自我保护 他恐惧不安 他甚至不敢出去见人 人的生命有恐慌 是的 这是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的遭遇 怎么办 这里看到一个转化 耶稣复活的主进来了 复活的主切入他们的生活 复活的主切入他们的生命当中 复活的主对恐慌的人说 说什么 愿你们平安 今天你来教会 今天你来寻求这个信仰 今天你来找上帝 要感谢主 主耶稣 你既然来找他了 他要给你一个礼物 他要给你一份礼物 他要对你说 愿你平安 不管你是谁 你的生命有恐慌吗 你遇到生命的平静吗 耶稣说愿你平安 然后他已经为你为我 被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钉狠是真的 这个牺牲是真的 爱不是为成全自己 爱是因为你有需要 我的存在 我的存在 是为了 是为了你好 我的存在 是为了 把平安喜乐力量活力带到你的面前 让你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 有了转化 耶稣对人的爱 跟现在一般 我们最近有一些大师啊 什么庙什么的啊 感谢师父啊 赞叹师父啊 他的信众越多 他越富有 他的信众越多 他开个车子越好还是越 他越有钱去投资 然后最近 他被骗走了 哪有那么多的钱被骗了 因为有人就是看到他在元年两百公尺三百公尺之遥就跪下来不断的感谢师父 然后不是一百个人 不是两百个人 不是三百个人 这样子 大家被催眠了 你的信仰越火热 你从火袋里一直掏 你越品酒 你越渴慕 然后他越富有 耶稣的爱不是这样 耶稣的爱是你一无所有 来到他的面前 他为你生去一切 他要把所有的痛苦给你 最重要的 他要把生命的活力给你 他要把平安稀乐给你 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 然后耶稣又对他们吹了一口气说 你们免受圣灵吧 这是一分圣灵的领悟 从上帝那里来的 各位 领受圣灵的人 原本是恐慌无助 原本他的生命是无力的 他的手指是下垂的 但是现在 领受圣灵的人 他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们涉免了谁 谁的罪就被涉起 各位 这一群人变成一个死者 变成上帝所中的死者 变成走到世界去 让心灵受捆绑的人 能够得到释放 因为这一群人已经不再恐慌 这一群人的生命已经不是不绝了 他们是 他们里面有了生命的活水 耶稣 把一口气吹进来 你也说圣灵 各位 这个圣灵不是我爹地的 这个圣灵是 你需要吗 只要你需要的话 上帝会在耶稣基督里 把圣灵 所以整本圣经有两口气 一口气是上帝把他的气 吹到泥土里面去 那个泥土就变成有灵的活的人 废墟没有用的 引受了上帝的那一口气之后 没有用的程度变成有用的活的人 一群慌张无助的 变得世界变得完全就方丈的人 领受了耶稣的那一口气之后 他变得活力 他变得能够在世人面前 多伤天 他变成山马 多伤天 各位 我们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口气 不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这一口气 我们每一个人都恳求主耶稣 复活的主耶 恳求你把那一口气 重新吹到我的生命里 希望我的生命 能够因为那一口气 重新得力 就像老鹰 能够重新再飞起 这一只老鹰 原本可能是在鸡群里面 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用 跟其他人都一样 酥脂酥脂 亲爱的 多少我们坐在当中的人 原本你跟其他人差不多 但是因为有一天 你真的有了信仰之后 你成为一个有信仰 有信心的人之后 你成为一个有信心 有信仰 有活力的人之后 你的人生会变得跟别人不一样 心理的难口 生命的国籍 人的生命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身体 心理 跟灵性 身体 缩毛 这个 身体 主要是跟世界的互动 跟人的互动 人跟世界跟外界的互动 借着这个身体 身体健康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你有了健康的身体之后 你才能够 照着你的心理的愿望 跟别人交往 跟世界之间交往 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 感谢主我来到永福教会之后 这里是我一生当中 最榜的一个阶段 但是 三十几年的传道生活 在这里我比较有机会运动 因为八卦三就在这里 所以感谢上帝 让我有机会在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身体的操练非常重要 但是 身体的操练重要 另外一个层面非常重要 叫做什么 心理 心理的健康也非常重要 心理健不健康 可以衡量吗 心理健不健康 从哪里可以衡量 从这一个人你的心思意念 你现在在想法 把你的人生观正面吗 还是很富向 你现在的心理很恐慌不安吗 还是平安喜乐 你现在想到你的家 你的家人 想到你的朋友 你会退却吗 还是你勇于更安 心 你的心 关系到底怎么 思想 所以心 Heart 又称为Mind 你的心思意念 要如何健康你的心思意念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从头到尾 都是在讲信心 信心 你信吗 所以信仰本身是在重建你的信心的问题 信仰本身就是要让你重新再造 在基督里我们都称为新造的人 这个新造的人 他是充满感恩的 他能够在各种环境之下 还能够凡事怎么样 谢恩 不管你现在 有没有考上好的大学 不管你现在有没有接受升迁 连都到别人 你知道你的朋友 老板给他的是五千龙的家籍 你只有三千龙 然后你就因为他的比你多 所以你就 你就气的要提出辞城 有的人 有的人 会这样 但是我说 亲爱的 只要你的心理健康 老板已经给你的家信 你不会随便跟别人比较 假如你的家信比别人少一点 你还能够持续 对你的公司 持续不断的贡献 然后你又非常正面的态度 与人相交互通 我告诉你 被家信的人他搞不好 然后后来他跑掉了 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用的人 很有用的人 不过八个月 一年半 然后还重新在界定 你对公司的贡献 比他更重视 更可靠 神的心 就像保罗所说的 不管是在苦难当中 在各种环境 我都学到了那个秘诀 感恩的秘诀 那是一种心理状态 那心理状态的一种健康 身体要健康 心理要健康 另外一个 什么要健康 灵性 Spirit 本人物嘛 你的灵性 灵性 所谓的灵 就是上帝所吹的那口气 所谓的灵性 就是主耶稣基督 愿意死 只向你吹的那一口 圣灵的气 那个属灵 所以人与神交通 是借着那个灵与神交通 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用身体祷告 还是用灵祷告 灵祷告 我们常常说心灵心灵 我们的心思考 然后所思考的 把它转化成灵的语言 成为新香夫妻 有了上帝 很多人 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但是他却注尽了精神病院 你知道为什么 心理出了问题 他的心理的思想结构出了问题 他的环境 没有能力抵抗 环境的压力 没有能力抵抗 外来的任何的刺激 他身体非常健康 但是他却在精神病院 有人 他的身体非常残缺 但是他的身体充满了喜乐 有没有这种人 有 你到台中的会女盲笑 都是盲人 我在世界上 我看到最多的笑容 是在会女盲笑 还有另外一个 在我们彰化 你知道哪里 喜乐保育圆 那里的人身体都有残缺 身体有许多的问题 甚至是多重障碍 但是因为他们有神的爱 他们有这个信仰 他们的心是坦恩的 是喜乐的 各位 我们要真的 我恳求上帝试点你 这一个圣灵 让你活得就像是一个基督徒 所谓的活得像基督徒是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 你的心里都没有平安喜乐 都能够说出感恩的话 能不能这样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怎么样 要圣灯保守一切 你一生的果效从哪里 心所保护 所以心非常重要 心是身体跟灵性 教会的一个平台 所以无论如何要健康你的心理状态 那是一种状态 那心理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 你要垮掉 不是因为你的身体怎么样垮掉 是因为你的心受到了冲击 是因为你的心受到了那个挫折 你受不了了 是因为你的心在冲击挫折当中 你开始变成一个负面的思想 然后你受得住了 你就开始逃避 所以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我们恳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的心理 能够因为有了这个信仰 因为有了这份信心 我的心理能够兼毙 恒切祷告 恒切仰望 只看刚刚的人 刚的诗歌 让我们沾往看十字架 不断的看雅若十字架 不看这个世界的环境 十字架可以带领我们 一波又一波走向未来 一波一波突破 我们生命的一个阶段的困境 然后愿意十字架 它是爱的一个记号 它可以帮助我们 不断的鼓励我们 伸出我们的手 去跟旁边的人 抓在一起 紧紧的抓在一起 所以彼此握手 彼此紧抓 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孤单 有许多人 与我们陪伴 我们不孤单 因为有许多人 为我们祷告 我们也为别人祷告 然后我们就成为 一个爱的永福 爱的大家 我们把真影四章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练一下 好吗 来 所思与所思与所调子 心里 要谨慎 因为生命是由 什么定型的 所思所想 这是心 心里 你要很小心 所思所想 要谨慎 因为生命是由 什么定型的 思想 我思 故我在 你怎么思想 你怎么思想 一件事情 你就变成什么样的人 你今天会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是因为你心里 惯常以来 如何想一件事情 请问 请问 站在你们面前 这个阿财牧师 你想他是一个 什么样的人 在 我肩定是两个人 我告诉你 你怎么想我 我们的关系 就变成怎么样了 对 对 对吗 对 你平常在私底下 你怎么想到我 很清楚 当你见面的时候 你的 你 就 会用什么样的 态度 就表现出来 所以 你怎么想 很重要 他会 把你的生命定型 你怎么想 他会把你跟他人的关系定型 你怎么想 他会把你跟这个世界的环境定型 但是 这个信仰的介入之后 他会改变你 只要你是副相的 他会慢慢调整你 因为上帝看你 阿财这么软弱 阿财这么没有用的 阿财这样 但是上帝还看我做宝贝 因为我被看中 我就不断的要来努力自己 让上帝的人更喜业 所以我们就在努力 这是一个模式 所以 上帝 不管世界 如何定你的罪 如何说 对于毁谤的话 你在上帝厌权 找到那个定位之后 你跟神的关系抓住了 你如何信爱他 他如何听你的祷告 你如何爱他 他会如何的爱你 耶稣说了一句话 耶稣说了一句话 请我们要好好地 把他拿到身体上来用 耶稣说 你愿意人怎样 对待人 待人 你就要 那样去淡 你要 你愿意人怎样 对待你 你就要 那样去对待你 Ok 那我们要先对待人 还是遥等别人 你先来对待我们 你愿意人怎样带你 你就要那样去带人 所以你要先 你想别人 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 你先那样去对待她 你先那样去对待她 当你觉得你累的时候 别人你的丈夫你的太太 能够为你吹嘴叠你 拜托有机会看到你的太太 或者先生进来看到她累了 你先过去吹她的背 吹了十次以后 她会还你二十次 我告诉你 不要老是在你累的时候 骂她 为什么她对我过几天 但是别人累的时候 你从来没有几天看过 用耶稣的原则去生活 你会觉得你的生命改变 我把第五篇这个罗马书交报 我们来读一遍好吗 对来 这里看到灵 心跟身体 假如你的心理不健康 假如你没有上帝 很多时候 你只用你的身体 身体跟外面做接触 你的身体跟外面做接触 想到的都是物质 都是物欲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亲爱的年轻朋友 我们隔壁的国家 中国 我去了几次 我看到一个现象 因为 他们的领导人 把信仰通通拆毁了 把实教毁了 把教堂毁了 然后他们 禁止所有的人 去参加基督教会的复活节 那个圣诞节 他们禁止 说那是明信 那整个国家 我在看 看那个电视节目 都在说 建设发展 建设发展 你说看到的都是物质的建设 标榜的都是 我们有钱 我们有钱 不过我们有钱 钱跟建设 都是有贤的东西 那我们要如何 我们要 看到一个 一个国家一直 网站偶像的时候 我很安心 因为人总是需要 心理跟灵性 才能够来 让整个社会健康化 这时候我一直在祷告 希望这个国家 真的让人有机会 跟上帝做联结 不然的时候早晚会出事的 你们会昂昂我的话吗 因为人 不管在台湾也一样 假如人 不断在强调 我家多有钱 我们的投资都会多么成功 会出问题的 跟现在的年轻人 开了几千万的车子在外面跑 你有没有看到有人 家里是十部 二十部 好几千万的车子在地下室 他们在标马路是什么 那生命的内涵在哪里 生命的目的在哪里 我们很担心 我们的下一代变成这样 在这里 告诉我们说 他告诉我们说 整个身体 你心灵跟灵性 灵性 假如你跟上帝的关系 维持得非常紧密的话 紧密的话 你的心灵会健康的 身体 我告诉你 潘兆朗不是 潘兆朗的身体 不是比我们任何人都好吗 要爬山的时候 我们谁能够 能够比他强壮 七十几岁的人 走了就走了 那平常每一天 每一天早上都是一千五分游泳 下午都是三五公里的 骑这个脚踏车 每天这样保持自己 走了就走了 圣经的话 我们要清楚 快跑的不一定先到 健康的不一定得胜 所以人的一生 身体非常重要 身体的健康非常重要 真的 但是除了是外表上的健康之外 要被注重之外 心理跟灵性 心理是你怎么思想 很重要 灵性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很重要 这个身心灵的统合健康 然后有一天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的走完 生命的一个旅程 OK 主耶稣对这些恐慌的学生 吹了一股气之后 这些人活过来 假如你的心理健康 灵性健康的话 假如你的所思所学 所想非常正面懂得感恩的话 假如你的灵性跟上帝非常紧密 你香气的时候 有一天你会发解一件事情 就是在无花果树 不结果 感恩树 不效力 羊圈里没有来养 我的田地也不开花结果 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最恶劣的人生情况之下 我还是要因我的族关系 因我的旧主反乐 就像保罗跟希拉被关在军医里了 他们还能够在那里唱歌唱 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儿女 在整个社会的变动之下 都能有这样的信仰 坚定而且非常正面的人生观 今天我们要蒙索圣餐 你愿意接受这样的灵吗 你愿意在上帝的面前 恶求耶稣再次把他的灵 吹进我们 几乎要顾倒的生命 假如你有这样的渴慕 假如你有这样的期待 我邀请你 我要转达主耶稣对你的邀请 因为我们相信 主耶稣的爱是普遍的 主耶稣的爱 特别要给那些浪子 不是浪子你先回头我才爱你 而是 就是对那些浪神 慈悲的父亲母亲 他还是不断的为他流泪祷告 不断的为他做一切可能的 只希望爱能够感动的让子 让子能够回头 爱的呼召 所以这是我的信仰 这是我的体验 不是因为我变得多好 主耶稣才为我死 而是因为我还在这里面 主耶稣已经为我死了 他已经先爱我了 所以今天就是一个 主耶稣为基督为我们预备 不管你是谁 只要你愿意的话 一起来攻守 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圣传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 真的在上帝的呼召之下 你为我们舍弃了所有一切 你为我们舍了 你的血为我们流了 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这是你要求的 让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 让我们凭着热情来跟随 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 然后让我们不断地呼求说 主耶稣啊 恳求你继续在你的爱里 把圣灵的那一口气吹给我们 让我们的枯袍的生命 能够不断保持那个新鲜活力 保持起初的爱 对上帝国度的追求 我们把这一群朋友交在你上帝里的手中 愿神与自己 愿安 愿安我们 每一个人心里所求 心里所想 奉耶稣基督的领导 祢靠 我们唱六三段 在此我恨在眼球中自由 我能感觉一切无影无踪 我能请我永生为神空 以主怀仇属我一旋之功 再次我当世终用神天亮 再次我当世终用神天亮 再次我当你出生其感想 我能放下 我能放下 是说做大种般 我能明远是个罪子为何方 我今生是个世终用神的祖 我主神天一切都已被主 在主眼上我记得起伤苦 在主怀里永远快乐相复 在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 他拿起柄 向上帝做了一个感恩的祷告 我们找他摩世 一起来救他 主耶稣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 摆设这个生命的宴席 为了祈念你爱我们 为我们摆上永远的祈福 肯求你 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的时候 你真的借着这个圣灵 把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 这也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主耶稣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一块完整的面包 就像主耶稣 祂的生命是完整的 但是为了爱 祂把自己交在个人的手上 完整的身体被破坏了 不是因为祂有罪 而是祂担当我们的罪 替代我们被钉在十架上 我们现在 请把祂担当的一切 我的邀请 只要你愿意用信心来领受 这是主耶稣基督 典里的爱 不是永福教会典里的爱 我们现在是被邀请来进入 上帝救恩的宴席 只要你愿意用谦卑穿上礼服 不管你是谁 主耶稣所预备的天堂的比喻 给我们领受的死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但是你现在愿意的人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穿上帝服 这个礼服就是我愿意跟随 进入了上帝的王宫里面 上帝啊 你要我脱去我的旧衣 我愿意脱去 你已经为我在王宫里面预备了恩典的 已经因为救赎的雪 使尽了白色的礼服 我愿意照你的命运把它穿上 谢谢 谢谢 谢谢主耶稣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有信心 在这边领受 好不见到主耶稣 不见到主耶稣 之后主耶稣拿起杯 这个杯是新约 只有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当喝的时候要这样 写或者是纪念完 所以这个杯 借着这个圣餐的布老师 领受了之后 等于是我们领受了 我们跟耶稣立了一个新的约 这个约 他要告诉你说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希望你也把耶稣当作你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 这个约 他要告诉你 借着上帝 你跟耶稣成为一体 借着耶稣 我们跟上帝成为一体 我们已经是上帝家里的人了 这是一个约定 所以每一次 无论你走到哪里去看到十字架 你的心里就说 哈利利亚 我是属于上帝家里的人 跟你颜受这个约 颜受耶稣基督新生命的厌选 谢谢 了 东西 本性的上帝我 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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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更迂 elle 或許有一天 有人會質問你說 莫莫人 你沒有洗禮怎麼可以受盛餐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你就這樣回答他 感謝上帝 他愛你他也愛我 即使我沒有走完 教會的手續 但是沒有走完教會手續的人 上帝有沒有愛他 上帝還是愛他 所以這個愛是超越的 這個愛不是排除的 我們看到耶穌的手 祂是來吧 反老虎當中的都 只是親近我 不要使你們的貪心 耶穌的手永遠是呼召 無論不管你是誰 凡事 不管你是誰 凡事 我們最擔心的是 反而是在房子裡面 那個大兒子看到浪子回來 大兒子跑出去呢 大兒子的心態的問題 大兒子以為 父母親的愛 只有我們不享受 大兒子沒有想到 連浪子回來的父親還是那樣愛他 大兒子沒有想到父親還是那麼超越 感謝主 留一把 但給 還沒有回家的浪子 這個叫做喜無古兆 不是嗎 讓我們一起一同感恩 來感受 我們感謝上面 我們一起來報告 我們感謝 無所不能 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全能的父上 真的你用這樣的方式 表示你對我們的愛 你也用這樣的方式 表示你對我的呼召 你也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在敲我們的頭 讓我們不要忽敏 以為自己就是上帝 家裡最好的那一位 最值得的那一位 我們感謝你 聖靈不斷的打破這個隔離的牆 在聖靈裡面 不但我們塑造的 被打破 打破了我們上帝之間的隔牆 也打破了我們跟世界 世俗隔離的牆 恳求你讓我們也能夠領受 今天主耶穌對那些門徒所說的 你們領受聖靈吧 然後祂就猜拳他們出去 我們恳求你也這樣 讓我們成為一個被猜拳的人 讓我們成為一個愛的使者 讓我們的心理成為健康感恩的心理 我們也保持我們的身體的健康 我們更保持我們跟上帝 和有的關係 讓我們的身心靈都得到健全 然後成為一個在世上 因著我們的所說所行所做 讓我們看見我們真的是 耶穌基督的門徒 感謝祷告耶穌基督的名 Amen